枪枪三人行 今天我觉得可以是徐老师时间 因为徐老师跟着一位美女 游了欧洲 游了得多长时间才回来 差不多一个月 当然美女也不能怎么着 她女儿 妇女同游一个月 这好久没试过了 好久没试过 还有老婆一起 太难得了 她女儿高材生 学建筑 现在是什么大学来这 哈佛 人家哈佛是留的作业 她上一门课 那门课就到罗马画画 到罗马画画就搞那个历史 然后她就催了 她说你们来 我跟你们介绍 现在哪块石头是什么什么 都讲得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被她忽悠去了 忽悠去了以后 就带我们去一个博物馆 那博物馆 就是因为罗马这个地方 他2000年前的地 到现在高了很多 他每个朝代不带在网上建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不是一天建成 结果他们就弄了个博物馆 就横切面 就是都是一堆土 我进去一看呢 就跟我们防洪洞 跟我们一个防洪洞一样 但是呢 他一批考古生在那里说 你看你看这个 哪一个大地当初发生什么事 什么战狱是这个这个 后来什么什么一个庙盖在这层 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历史表 后来我听说杭州啊 什么开封啊 也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博物馆 那真真是很好 这个是 这是活生生的历史 对比我们现在 很多打造 人为打造的文化符号 对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历史 我就非常赶佩 在这么一个 这方面我们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真的是应该老老实实 向意大利学习 这个东西 中国现在还有吗 最近一次又国家文物局 你知道吗 开会了 就是最近的一次这个普查 这个全国的这个什么 这个地面的那个什么文物啊 反正消失了四万多处 消失过去一年消失四万多 其中呢 这文物局局长叫个什么小杰啊 就说了 两万处是人为的原因 都是这个人为建筑啊 搞这个拆迁呢 你说中国人 中国人其实并不爱惜东西 对 没错 我现在觉得 我们小时候觉得 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特质啊 错的 不是的 都是骗我们的 将来你去 我们爱惜 我们爱惜精神的 爱惜语言的 我们的语言 这个是比他们还厉害 我们的语言是 两千年前的雨前 我们随时可以出来 但是我们不爱惜物质的历史 我们不大care 你说我们一旦有什么物质在 两千年这个物质的历史 就是两千年的盗墓史 对 也不是我们今天不爱 两千年来就不断的在挖 不断的在挖 对 可是他们呢 你到今天 你都还可以看到在 城市也在挖 对 那边是大楼 然后这边是居民 然后这个下面就在 保存这个地基 这个真是叫我很赶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是中国人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对物质历史的不重视 这个物质历史 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 你讲建筑啊 遗迹 就我以前去 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就人家老笑嘛 说美国是个 没历史的国家 我们中国人都是历史 哎呀 我们去了美国太闷了 动不动给我们看 说这是什么历史古迹 说让中国人笑话 但你真的到了纽约 你发现 它的确比我们有历史 因为随便亏你那些 一座房子都是一百多年前 它就都留着 那中国你现在大城市 你要找个一百多年的房子 那是古建筑了 那但是呢 还有一点 就我们还有另一层 物质的东西不保留 那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的机构 组织商店 店家 比如说像在中国 今天你一个老字号 你叫百年老店 那就很牛了 对不对 但坦白讲 在欧洲这百年老店 算什么 到处都是百年老店 真是 我觉得人还是 说起来 欧洲人民 比咱们爱惜老东西 那是爱惜太多了 我们这个 不光是从毛主席开始的 历史上 历次农民起义 不光农民起义 一改朝还代 那就是前朝的 全给你砸个稀巴烂 就是经常 中国人不爱惜老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误解 但另一方面呢 他们这么保存老东西 但他创新时候 又非常大胆 我这次印象非常深的一个建筑 就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 这个我要公平的说句 我一点都没有受他们旅游局的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人认识 而且呢 是surprise 就是说我去伊斯坦布尔 这个拜占庭 这个这个 有照片吗 有军事 咱们来看看这个图 你说这个是什么 对 这个就是surprise 你想想 它是一个 它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木建筑 可是你要 你等一下再看起来 它是在一个老城区 旁边都是教堂 它居然中间盖了这么一个建筑 你看 对面就是教堂 再稍远一处 那个是非常有名的 原来是清真寺的一个召唤亭 后来改成 它是 说是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结合的 最好的一个建筑 可是它居然在这里盖了这么一个现代 这么一个 但这个建筑上面是个瞭望塔 你知道它下面是什么吗 你更想不到 它的底层 我这个其实也有照片 它的中层 是一个菜市场 为什么是菜市场呢 因为原来这个地方 从古至今 就是一个肉市场 对 所以它就保留着一个菜市场 可是它在底下是什么呢 是一个考古的现场基地 哎呀 这个结合 这个是晚上的夜景 另外一张照片 不知道他们放 我对着这么一个建筑 我就非常赶配 我就说 底层是一个考古的基地 玻璃透明的 上面是这么现代的一个建筑 在一个老城区 周围都是教堂 中间是个菜市场 周围的居民就可以每天在这里买菜 但这个建筑呢 我没去过 当初很多争论 对 但是我看过那个整个过程的一些的记录 我讨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 对 我觉得它其实整个设计 呼应的很好 它跟西班牙最近几年的建筑很猛 像比较卡夫阿萨那些 他们跟他们做的建筑都是跟非常大胆 线条很漂亮 你想想刚才这个建筑在一个老城区 但是它能够跟周围的所有的古建筑 城区环境呼应的很好 没错 这就像是这个巴黎被誉明设计那个大玻璃 那个金字塔在卢浮宫 当时也是很有争议 但是他就觉得能够相得益彰 结果放上去 你看看看看 挺合适 是吧 我这次去的地方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Savire 还在里边开车 就是都是居民实际住 它不像有些老城区啊 它现在商业化了 有些为游客制造了 它不是 就是全部是居民住的 你在里边走啊 这个开车非常窄非常窄 也照样可以开过去 然后我真是迷上了那个地方 后来还想明白一个道理 文涛你一定要去 美女啊 没见过一个地方的女人的 平均的美丽的数字 超过Savire的 没有 西班牙 就在那些小巷里边 随便走出来的女的 我不单讲少女啊 老头老太 照样可以穿的 那个有尊严 那个有品味 那个晚上出来喝杯咖啡 什么 它是一个小城市 这个城市以前呢 曾经是摩尔人 对 那个王国的首都 然后在哥伦布的时代呢 它是西班牙王国 唯一一个可以跟美洲通商 所以它当时是一个最最繁华的一个经济城市 那么近年来当然就是就是衰落了 但是它那个老城区啊 我我后来才听说黄碧云就住在那里 对 他迷了就迷上那里不回来就那个城市 我就觉得北京如果二环内要改造 还有上海的城区改造 我建议他们当官的 还有设计师去西维亚看看 你还让他们公废旅游是吧 你还建议他们 对 我还建议 这算好办 这算马上听 我觉得真实 我觉得他们 他们别跑到什么乡线旅馅去买LV报 别傻乎乎的穿着西装 你说的那有美女 他们已经下决定 就是要打算进取民间的意见了 还随随便便 行行行 先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